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就我在運管系教書這麼多年以來 我發現運管系的學生有一個特色 這個特色就是非常的活潑、外向 而且是一個蠻具有想法的學生 那像這樣的學生其實在教室裡面 我們是不應該把他限制住的 應該是要讓他到外面去多去看看 多伸展他的促講 其實現在我們目前我們系上 我們系上有些課程 那些課程的活動它是安排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馬術的課程 那馬術的課程它就是直接讓學生在馬場 去進行實際上的一個體驗 或者是一個技術的訓練等等 那諮詢台這個部分 是我們系上的另外一個計畫 那這個部分就是希望結合 系上跟淡水現在想要發展的 運動觀光的這個部分 就是淡水是一個非常適合做觀光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知詢 運動知詢 觀光知詢台的這個概念 把這個運動觀光的這個概念 導入淡水這個社區 那我們期待說在這個地方 我們除了就是提供給一些遊客 他們一些資訊之外 我們也能夠把這個運動 運動的這個部分的元素 融入在這個觀光的裡面 讓這個遊客不僅僅只是來觀光 讓他們能夠有一些運動跟健身的這些機會 好想萬禮 這個計畫也是我們運玩系的一個獨創的一個特色 也就是說 我們不要把學生限制在教室裡面 就是在學期當中 那能夠學用合一 那學期當中每個禮拜 大概至少會有三天的時間 就整天會是在這個實習單位裡面去工作 那就等於是直接進入職場的意思 那當然我們也會跟這些實習的單位做一些簽約 然後他們也同意讓我們的學生 能夠及早盡早的進入他們的這個工作的領域 能夠幫助他們做一些初步的這些管理的工作 行政的工作 那這個部分有利於他們未來在徵召這些新鮮人的時候 他們可以馬上就可以進入到這個職場 那我們在過去的話辦許許多多的各種的賽會活動 或者是國際化的這樣的研討會的活動 那這些的活動的話可以帶給我們老師的部分 那當然老師可以學習到這個有關的跟業界 或者是跟我們的專家學者可以討教 這一次在學生外面 那從我們的學生裡面的話 他可以看到很多的國際的這樣的專家學者 在聆聽他們演講之後 我們有很多的感想 這感想的話可以取化一個心得 在這個心得裡面的話可以配合老師的教學 能夠反應他們的學習效果 其實整體大學我們系統蠻特別的 是我們系統只有我們系統有外籍實習生 那我想跟大家說這些實習生對我們系統帶來的改變 沒有帶來對我們帶來的好處 我想很明顯 全球的實習生來到我們系上 正是其他學校其他學習所絕無僅有的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交流 我們學生可以學習到國外 在荷蘭在英國在美國也好 他們是怎麼學運動法力 他們所學跟我們所學有沒有不一樣 學生馬上可以做一個分享 馬上就知道說 我們學的是跟世界是平衡沒有問題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當然就是文化的教育 我們平常我們的學生跟實習生相處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說我們想法為什麼很多事情不一樣 我們做事的話為什麼不一樣 我們的好像我們的這個幽默感也不一樣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在 像是一個國際化的團隊一樣 我們就學習到別人的思考 別人的做事方法 別人的一個行為 那這個在我們以後出社會以後 我們在一個國際化的單位服務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因為你在大學已經接觸過 這些各國人式的文化的差異 你在將來就業的時候 那就沒有問題了 你可以不太的入估一個國際化的團隊 在這個城市裡 我最喜歡在這座城市裡欣賞故跡 在河邊漫步 和欣賞淡水小鎮最著名的城市 在任何國家我都覺得 找不到一個不可思議 在這座城市裡的角色 工作人員會有很大的感應 在我之前有機會 在這座城市裡的機會 在這座城市裡的機會 在這座城市裡 有機會 在這座城市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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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不同的學習 我我認為 我可以教這些孩子 這座城市裡 這是很特別的 非常非常特別的 我認為 我認為 最大的挑戰 是在這座城市裡 我們要好好地 我們要保持 但是 我認為 在這座城市裡 是很棒的 實驗給我們 我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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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论在马来西亚,我一直在讨论和训练的国家国国家 在两个月中,我认为在这里,我认为有很多学校的教育 有很多学校的学校在这种学校 他们能给我一个新的学校在这种学校 即使我来自外国,但我也觉得是很容易学习在这里 I'm the new supervisor of the Information Desk I'm here in Taiwan to manage the Information Desk I need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are coming to the Information Desk and that they do their job well The students here are very interesting although not everyone's English skills are good almost every Sport Management student watches sports events and discusses the events with me initiatively no matter whether it's MLB, NBA or NFL They understand the competition really well and we usually watch the events together and discuss our favourite teams and players Although sometimes we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but still have so much fun 透過之前,透過瓦森 世界運動管理學會的這樣的一個平台 把這些外籍生透過這樣的平台 然後引進到我們這個系上來 那跟學生在上課來講 可以互相交流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州 他們對運動管理的一些觀點 其實是可以帶來很多的刺激的 Desk? Cristiano Ronaldo OK 為什麼? 我們大學的這樣一個實習生 還可以到各個社區幫忙 那麼到課後呢 還可以教他們的小朋友 踢足球 打籃球 或者是打網球 打高爾夫球 那這個又是一個額外的一個服務 所以我想我們的實習生在這種情況之下 能夠對社區以及能夠提供這麼廣泛 這麼深入的一個服務 而且這些服務 絕對不是其他學系可以辦得到的 那我覺得這就是它有價值之所在 畢竟我們在一個社會上面 我們當然是要能提供一個比較特別的服務 我想這才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老師最大的成就感就是 知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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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教過的學生 他現在在 在 社會的階層 在某一個 在每一個地方 他們正在努力的奮鬥 然後你有機會接觸他們 你有機會碰到他們 那可以跟他們聊天 我覺得這個是 這是我覺得在工作上最大的成就 我想本來 我認為教書是蠻單調的一個事情 已經很恐怖了 但是這幾年下來 我發現到 教書這個工作 有無限的開創感 當我們走入社會的時候 你完全不能想像 一個大學教授 會如此受到別人的尊重 別人的歡迎 而且我們大學教授 可以對人家的服務 是如此之大 我們的貢獻可以如此如此之大 我們的貢獻可以如此如此之大 所以我想這幾年 我認為做一個老師 做一個教大學老師 我們可以對社會貢獻太多太多 可以做無言合結 而且可以跟全世界開玩笑 不只是台灣 可以跟全世界同步的 同台的競技 同台的合作 而且都沒有任何的忙 所以我想這個機會是無限的 自從我三個人以來 能夠接觸到許許多多的學生 那對於學生的問題 都能夠給他們圓滿的拔股 也期許學生能夠在學習態度上面 有所改變 那我期待是說 學生的學習能力 能夠一直在 這個效果的話 能夠更好 那在於 這個教導師的方面 我們的話 合作無間 那對系上的系路 然後呢 對我們系上的系路 以及給代表學生的 一些的 把這樣的一個勉勵 或者是期許 能夠更好 我希望說 大家都能夠把運管系 當成是一個大家庭 隨時歡迎大家來 來就讀 那也歡迎說 我們的這些畢業生 都能夠隨時會來看看 運管系的這個成長 那這也是我最想 跟所有運管界的 我們運管的這些 那些畢業生 跟運管的學生 跟他們互相勉勵的 永遠都要以運管系為種 那也希望說 大家能夠在職場上面 各自有的天天 能夠闖出 這個運動管理的 這一塊天地 Hi, I'm Jerome Joseph Hi, my name is Kevin Steiner Dama saya D. Egg John Hi, my name is Nick Gunson Hello, my name is Oliver My name is William Hisser My name is William Hisser I'm Michelle Vassin My name is Elias Dorman My name is Michael Rutherford 你好,我叫做雲奈娜 Ik bin Yela I'm Elizabeth My name is Tim G I's in universum I'm from the U.K. I'm from New York I'm from Holland I'm from Holland I'm from Holland I'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from New England And I'm from England And I'm from the U.K. BOOM 好,侯,侯,妖,你堆努力 哥,哥哥,帮我 啊